马路芽 嗨,大家好,我是大鸣 草友们是否有经历过想把一般鱼缸换成册濟缸 但看到册濟缸的价钱却买不下手经验呢 今天我就要来教大家 在家里就能简单DIY做出来的气局册濟缸 鱼缸可以拿家中用不到或废弃的一般鱼缸就行 這裡我們是用一尺超白鋼來做示範 這次DIY手須材料 塑膠瓦刃板一片 三分管與三分彎管各一個 不鏽鋼白鐵網一個 這些加起來甚至不用一百塊錢了 那就開始吧 首先占量好魚缸的大小 再裁切出適合的隔板 接著另外再切兩塊側綠手須的隔板 切好後先釋放到魚缸內看看有沒有貼合 嗯,還可以 然後在大片的側綠板上方與鬆下方 各裁切一個進水孔 切好之後我們用熱熔膠黏上白鐵網 隔板另一側切出三分管大小的圓形孔 並放上一截三分管 再來把另外切的兩塊長方形隔板貼上去 這邊要注意喔 黏貼時需一高一低的貼上 貼有白鐵網的那一側較低 三分管出水孔那側較高 這樣才能做出過濾草的水流導向喔 然後朝向魚缸的正面空白牆面 我們拿虎皮屎來做裝飾黏上去 方法跟之前的魚缸無限背景速一樣 有興趣的朝友可以去看看更詳細的做法 等待水中膠乾時 我們將三分管與彎管組合 並在彎管上方鑽出一個孔洞 將空氣管放入 裝上氣泡石 再將管線裝上隔板 並且黏在魚缸上 然後在過濾槽內依序放入生化棉 陶瓷環、白棉等綠材 那今天我們選用黑土做底沙 再放入三角莫斯橙木 還有可愛的龍貓蘑菇樹 最後就來加水吧 加滿水之後開啟打氣機 靜置一周左右就完成囉 大家是不是看極火蝦已經看膩了 所以這一次我們放橘琉璃蝦 橘琉璃蝦是琉璃的進階改良品種 作為承接琉璃的角色 橘琉璃品種的挑選上更為嚴謹 除了身體透明區塊的透明度以外 以橘色、透明、橘色 這樣的排列也成了一定的標準 也是非常適合一般玩家飼養的品種 維也納雙劍孔雀的特色是指 尾其如劍斑筆質伸出 根據延伸的部位不同 分為雙劍尾、上劍尾與下劍尾 此次介紹的維也納雙劍是屬於雙劍尾 體色紋理層、自然表現狀 具有大自然原始的風味 大部分孔雀的公魚與雌魚色彩差異性相當的大 以體型來說的話 公魚體型通常都叫修長 母魚都通常叫粗曠圓潤 一般來說身體較無顏色 通常呈灰白或呈透明狀 除少數的黃化個體或白紙個體 不然一般孔雀與母魚身上都呈現灰白或透明狀居多 所以我們這次影片中的維也納雙劍是公魚喔 這個車綠缸它是透過氣局 所謂的氣局就是利用氣泡時 在三分管內打出氣泡 利用氣泡的擠壓原理把水往上送出 這個就是所謂的氣局式循環 進水孔的部分大家會看到 上面有一個在水面的進水孔 跟水底下有一個進水孔 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讓沉澱物質透過底下的進水孔 進入到過濾器裡面 表面的水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粉塵跟油墨 透過上面的進水孔 它也很容易順利進入到過濾器裡面去 所以這整個所謂的氣局式側濾的導流 就這樣子完成喔 而且水流會先經過白棉 再經過陶瓷環 再經過深化棉 再到我們的氣局出水孔的位置 是很順暢的 而且過濾起來乾淨方便 後續如何保養與更換呢 白棉的部分因為它最容易髒污 所以我們把它擺在最上層 更換時直接把舊的白棉拿起 新的白棉放入 這樣就完成了 陶瓷環的部分因為各品牌的使用壽命不等 建議使用前看一下商品說明 甚至可以習慣性的 大約6個月或12個月去做一個更換 陶瓷環的部分建議大家不要去做清洗 因為上面有非常多的消化菌 這個菌是我們所需要的 消化菌如果被洗掉的話 這個陶瓷環作用就沒有了 再來是深化棉的部分 建議各位潮友平均3到6個月更換一次 深化棉本身沒有所謂的損壞 或者是分解的問題 但是深化棉用久了或多或少 它還是會有因為上面的髒污 造成水質惡化的機會出現 所以深化棉的部分 還是建議大家要更換喔 各位潮友們有沒有發現 在家裡隨手可得的材料 就可以改造我們的魚缸 透過這一次的DIY 就可以變成另一個 完全不同過濾方式的系統缸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就可以把沒用到的魚缸 甚至於不喜歡用的魚缸 改變成我們更有效能的魚缸 這一次的氣局過濾系統 各位潮友如果去逛賣場的時候 注意看喔 它的過濾系統很多都是用氣局 去取代所謂的馬達動力 它是一個濾能環保的動力 它需要一個大的空氣輸出打氣機 就可以分接三四百個魚缸 去做循環過濾喔 大家想一想 這樣子是不是非常的環保 非常的濾能呢 那我們今天呢 只是做出一個縮小版的樣子 給大家看 那大家有沒有了解它這個原理呢 如果有些潮友家裡魚缸非常的多 甚至發現插座已經不夠用了 那可以建議各位潮友 去做這個所謂的氣局式動力的改造喔 這樣子省電又環保 一減二個沒人減少 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 這次的贈品是 有什麼想說想問的 歡迎在影片下留言喔 我們將從留言中隨機抽出 有訂閱AC潮影水族頻道的潮友 把贈品送給您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按下喜歡 想追蹤更多水族知識 請按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大鳴 AC潮影水族 我們下次見喔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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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ep 說 gospel